足科宜蘭園區2.0 今天傳回來好消息 在環評量產的部分正式來通過 這將會創造將近有5,000個就業機會 我們看到一個大家長期金銀打拚的一個結果 能夠得到很高的共識 在環境影響跟我們的產業發展 共同來結合雙銀 從游錫坤擔任行政院長推動了足科宜蘭基地的設立 到現在也已經有15年的時間了 這15年來因為環評的限制 所以進駐的廠商有所選擇 所以現在看到這個量產可以正式進行之後 除了原本在廠房的第一期工程都已經滿邊了 現在第二期的廠房也開始在新建 新建的這個期程也都能夠預訂如期來完成 所以環評的通過可以增加我們第二期的廠房 這個廠商進駐的意願 還有其他的一些未使用的土地 也可能因為我們量產的一個通過之後 環評會牽涉到相關產業要進駐的一個意願 解釋沒有疑慮之後 其他的這些進駐廠商也可以自己來投資新建 所以我們看到一個我們長期大家在一個產業發展 科技發展共同的努力有一個好的成果 我們要表達最深的一個感謝的一個 這一種欣慰的致意 也希望大家繼續共同在為了宜蘭科技產業發展上面 大家共同來投心投力 謝謝 謝謝